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木雕花园的视频 今天教大家雕刻一个蘑菇吧 首先还是拿出一个木方 多大的无所谓 我告诉你比例啊 就是宽乘以高 就差不多两个 就是1比2 就是宽度是1 高度是2 按1比2的比率 这样的 需要这么大面积 然后把下面的就切掉 好 那个木方已经切好了 然后就是 把那个侧面的形画出来 首先我是在那个二分之一的位置 二分之一的位置 画一条线 区分那个蘑菇的 这个就是顶部 然后这个位置分三等份 对 差不多分三等份 是一个正方体吧 差不多 画一个正方体 最下面是一个圆 画一个正圆 因为我那个椭圆板没带出来 今天就徒手画了 画个圆 对 这个就是侧面的形 然后每一面都一样 好 现在每一面都画好了 然后我们要去除的部位 我就用那个阴影来表示出来 你们看得很清楚啊 看到没有 我画出阴影的位置就是要消去的位置 它每一面都是一样的 这样就一目了然嘛 看得懂吧 这个 看得懂可以抠个一啊 对 让我知道我讲的到底细不细 对 阴影部位全部是要去除的 好 然后还是戴好手套啊 现在开始可以消了 然后这个顶部的位置 我们还是连一个线吧 确定一个中心的位置 就是每个三角形的尖端嘛 把它连起来 对面的那个尖的连起来 这个就是中心 对吧 待会这所有的位置往往这边靠嘛 对 好 差不多是一个圆锥 看到没有 把上面就削成这样 然后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下一步就是沿那个三角形底部一个线 刚才都画好了 对吧 三角形底部就是它二分之一的尾 这条线 把它 K下去 然后上面一刀 下面一刀 把它印子 这个结构雕出来 每一面都是一样的 先弄一个印子出来 然后上面切一下 反向切一下 出来了 看到没有 每个面都一样 四个面全部把这个结构分出来 然后 就是继续剔除那个打阴影的这些部位 看到没有 全部都要删除的 打阴影的部位 继续 每个面都一样 用力过猛了 这个没事 反正上面要修圆的 1 2 3 3 3 4 5 5 中间这个位置 中间部位和那个蘑菇的头部 区分开之后 然后下面实际上它 因为蘑菇的根部没有那么大 所有的这个宽度就不要超过那个头部的宽度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它下面是小的 就是把所有旁边这些位置去除 把它尽量修载 你看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把那个下面是圆 然后中间这个位置部位 还是用刀垂直的 摁出印子垂直的 然后上面一刀 下面一刀 对 把这个位置和下面那个部分分离出来 正方向一刀 反方向一刀 分离出来 围着一圈 对 正向一刀 反向一刀 反向一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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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它不是正平行的也没关系 因为它是蘑菇嘛 天然的 会有很多不同的 对吧 弧度 分离出来之后 这个就是中间干部 下面就是它的根部 根部还是按原计划嘛 修成圆形 对吧 修成一个圆球 就是底部 找到中心 然后慢慢把它修成圆球 然后大字形完了之后 就是开始修圆 那个蘑菇的那个散帽 你看这样 这样还是有一点方的 对吧 按照那个削鸡蛋的方法 整个把它精修一次 把整个的 弧度修出来 没有棱角 让最后呈现出来的是 没有这种直线的 全部都是弧线 对 慢慢修就行了 旋转着 你沿着这个修圆之后 散帽 然后凹出那个蘑菇的那个弧度 因为它有一个怎么说 就像一把伞一样 一个自然的弧度 就是这种弧度 用你的刀把它 把那个形凹出来 往上刮 顶部是尖的嘛 就是这样 旋转着 把蘑菇的那个弧度 对吧 我一说你们就知道 好蘑菇大概的形就出来了 雕刻的最后一步就是 简单一点就用枣子吧 用那个V型枣 看到没有 V型的 用那个枣子 刻出那个蘑菇 上面的一些褶皱 看到没有 就差不多隔一段距离就 搓一刀就行了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一面也有 这一面就可以把它搓得密集一点 这是呈那个放射状的围绕那个中心 把那些多余的投出去的 这样那个雕刻的步骤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